和未必背景的作品 其實這次的展覽 我的作品跟我一貫的一些創作脈絡 是沒有太大差異的 可能是我一直覺得創作本來就是一種累積的經驗、生活等等加重在一起的累積 那只是說一般我們要創作一批作品做一個展覽呈現的時候 可能會因應一個展出的空間 當然作品在經過篩選之後再依照這些作品的雕像我們做一個命名 那我這次的展題叫做明亮的房間 那一般大部分朋友剛看到這個名稱 又對照救災藝術空間的空間 那大家應該會覺得說這大概是一個合理的想像一種媒合 那實際上還有一部分除了反映出指向這個救災的空間特色之外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其實我個人在命名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會找尋一些可以比較中性 但是也可以寒刮我作品的一些文字 那有時候我常常會習慣 可能是有點自己自以為有趣的說半句話 像之前可能是是凝固的音樂 他在凝固的音樂之前多了一個是 因為常常很多人指向是說 音樂是流動的建築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那雖然很多人在聯想到我的作品的時候 會想到一些建築圖像 但其實我個人並不會一直把它固著在建築上 所以雖然我是叫凝固的音樂 但是我前面多了一個事 那其實這個前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刮骨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置入 那這一次的明亮的房間 其實有一次我在整理自己的一些書的時候 找到可能剛上大學看的算是啟蒙的書籍 就現代主義失敗了嘛 那幾乎到了最後的章節 有一個章節吸引了我 那他其實講到叫做明亮房間裡的塗鴉畫 那其實文章的內容跟我的展覽沒有絕對的關係啦 只是那個章節大概是指說 那個80年代那時候可能剛學起的 巴斯基亞還有那些Kiss Harling等等 他們被收納到紐約那些看起來很高檔的 充滿現在主義百合子方式的 空間特色的那種展覽裡面 那但是那些藝術家其實他們還是不改那種 在街頭上的那種生夢 那他們其實無所禁忌 甚至他進入了這種算是主流的空間裡面 他也不會去修正自己的方向 那這個其實是對我來說是某些是相貼近的 因為我希望其實平面作品有時候 常常會被貼上標籤 就是太過於朝向布爾喬雅階級的一些創作 但實際上我希望在我的作品背後 其實人家看到某些看似好像很精準的丈量 看起來好像是煞有解釋的一些空間的導入 其實有時候只是我創作者自己可能不同的當下很隨意的品貼 其實真的去檢驗它可能是不太正確的透視 那甚至不合理的空間 那看起來精準的丈量可能只是隨意的工具性的集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個骨子裡有一種小小的一種反叛 一種逆反 那這個也是希望說在看似這種明亮空間裡面 好像應該是白盒子的方式 應該是裡面的作品被置放到很崇高的位置 但實際上是有一股是有一種反動的部分 那這是當初命名這個展題的理由 其實有些朋友在看了我這次展出的作品 會有一個疑問說好像相較於他們印象比較深刻的 我常常有一些空間的深入眾生的一些透視之外 這次的作品好像比較偏向平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我覺得這兩者之間是對我來說其實是一樣重要 尤其我創作的過程常常是穿插 其實是很隨性的啦 我想要做什麼作品就做什麼作品 那只是最後展成的方式 剛好被挑選出來作品 有時候是因為空間的尺度 有時候是因為色彩跟空間的一些定位有match到 所以挑選出來結果 好像剛好是比較平面的作品 不過在回歸道其實相較於我們說畫圖畫圖 其實我對圖本身是很感興趣的 那有時候我去 像也有些人會問到說我的創作的起源 其實創作起源有時候是 我從生活經驗當中去搜尋一些圖 有的是網路上去尋找 有的可能是生活中去拍照 那像這個都看得出來 跟我某件作品看得出 其實我某種程度也是在在線一些我所收集到的一些圖像 那像這個很顯然就是 其實離這邊不遠 從小童話站尿百波附近的一個捷運的一個場景 其實像看到這些圖本身 或者不管是台灣或國外 其實這個到最後都變成我的一個創作的一個啟發的一個點之一 有時候在空間遊走之外 再回過頭來看到像這是一個Museum 紐約中央公園旁邊很多博物館之一 我還記得這個博物館我逛完之後 我覺得有點失望 有點失落沒有那麼感興趣 反而是要離開那個空間的時候 發現說這個空間平面圖展開來的這個告示板 其實是反而吸引我的 所以我除了當下拍照之外 可能又過了三五年 我在拿出來 在搜尋一些創作資料的時候 發現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我想要去完成的一個作品 其實我個人覺得我是那種 看到圖就已經high了的人 就是也許空間想像 會遠大於說去完成一件作品 其實我還蠻停留在看到平面圖的空間想像 甚至其實我一些生活當中的一些小趣味 比如說我最近在整理一些圖稿 可能才雷射印表記印影 總會有一些整理的頁面 當秀出來這個頁面的時候 我其實是深深的被這些東西所吸引的 那甚至就開始在思考說 那我接下來可能 包括可能是照本學科的可以去呈現某些樣態 其實這個是 所以回歸到很多人覺得 我這一批作品比較接近圖 因為其實圖跟 縱走的空間 其實一直以來我覺得它是 兩者是可以想冰存的 尤其很多 不管是空間的圖 或者是 因為個人的喜好 我會收集一些網路上的一些玩具的說明圖 那這些圖的確它是比較偏向於 立面的側面的各種角度的集結在一起 那剛好其實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的作品大概分兩個系列 一個系列是Landscape 那一般比較空間的 空間的或者是 不管是生活樣態的東西 我可能就是放在Landscape系列 那有一些是我自己感興趣的 這些廠商是一種 其實它們都是虛構的 它們都是那些動漫的 動漫的創作者 它們所創作出來的角色 然後再經過第二首第三首 可能是玩具的廠商 甚至是工廠的那些 模具開發員 它們去修飾之後 最後呈現出來的一個成品 那我覺得它本身就是很棒的藝術品了 那再經過 大概在這些卡通動漫裡面 不管是人 是飛機 是飛行器 最後都是可以飛的 就好像 其實真的學建築的朋友告訴我 真的建築 也不會只局限在一些建物樣貌 可能是一個戰力的人 都可以是建築 所以其實在這種架構之下 其實我是還蠻自由的去 運用我所想要呈現的一些符號 那最後呈現就是在大家面前的這些作品 有人會問說我的作品是有構想很久才開始還是怎麼樣 其實相反的 有時候是很隨意的 雖然我手邊很多自己準備的資料 但是常常是很挑釀式的檢選 甚至有時候這些資料都埋在陳峰的東西當中 過了很多年才呈現 那像我這件作品 其實有些人會把它解圖成一種在線 這大概是學習 繪畫裡面最熟悉的一種方式 但其實更多的反而是 我希望除了整體架構之外 有一些其實是 其實我不光希望是在線 也許我覺得繪畫當中的隨機 或者過程當中的 不管是錯誤的修正 或者是一些繪畫形式的東西 它一直是很吸引我的繪畫當中的部分 然後其實我剛剛提到的一些精準的帳量 在這裡面其實不太能夠成立 因為有一些看似 看似有一些如何的暗示 或者是它要呈現某種造型 它有時候只是因為我的一些 像這些水字 我可能用顏料罐去壓它之後 其實這些大小本身 它的距離 或者是顏料罐的造型 甚至有些圓圈大小 有些換在 常常是我希望呈現的一種工具性 比如說硬編工作者常常會使用的膠帶 有時候膠帶它除了是一個附屬的角色之外 它到最後常常變成是反刻為主的一個主體 相反的 反而是一些原本看似很重要的一些符號 意義 到最後我覺得它只是一個圖像 它是不是指向特定的一個 一個意義或敘述 其實對我來說不是那麼的重要 那有些作品有些比較具體的符號 甚至是一般朋友在我作品裡比較少看到的自然自在的造型 其實這個的啟發也是來自於 剛好我教了一些學生他們是建築背景 那我看到他們在做一些圖學的結構練習的時候 圖學的一些表現性練習的時候 常常有一些可以參照的 也不管是植物的表現法 或者是建築裡面 或者是其他的材質的表現方法 當我看到那些其實已經算是有點考古題的東西 我覺得那種有點似似而非的一些符號 其實本身是很有趣的 比如說這些自然的造型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接近大自然的一個人 那相反的我認識這些植栽的造型 反而是透過那些 那些書本裡面的植物 它可能不是真的指向那些各式各樣特色的針葉 過葉等等 它反而是利用線條 利用那些寬窄的筆觸去呈現各種植物面 它是不太自然的一種自然 其實這些經過二手三手的轉移的東西 反而是吸引我的 所以我後來在這件作品裡面 也許看起來 就好像我們傳統練習 不管是牛角枝、鹿角枝 不管是戒字點或者其他的米字點等等 其實它都是一種經過轉化的一種練習 但是到最後那種東西其實反而 比大自然的東西更打動了 它也是一種很有趣的創造 所以其實在這張的符號裡面 大概是從那邊再衍生過來的 那我說的那種隨機 有時候包括在畫稿製作過程當中的一種錯誤 比如說像這件作品最早是這樣子的畫稿 然後它在抑制過程當中 剛好辦公室的印表機壞了 所以它的黃色是溢出的 所以我也就 其實當初它是打動了我 所以在那個階段 我畫了一張這個樣子造型的作品 後來我也希望它做一些形式上的拆解 有點顛覆它原本的這種結構的合理 所以在其他的過程當中 我可能又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之後 其實有時候 大家看著我手邊的畫稿 突然會忽然開朗 原來看似那些我很在意的礦線 其實這些只是 借助一些 也許我的過程當中 或者到前一個檔案 它所既有的那些行距 既有的那一些間距 它到最後變成是 我畫面當中 蠻絕境性的一些因素 那 另外就是一些自動性的流動 因為我覺得這些常常是消解 這個看起來很理性的 看起來好像十足的 不管是未來性 或者是完整的東西 突然它是被 被拆解的 甚至是殘破的 可能這些東西 它有一種 時間的成績的跌合 那它是 它是吸引我的 我也希望在我的這一些 看似充滿了理性結構的東西 就是這麼一些 不管是色彩的溢出 不管是一些 也要堆疊所造成的一些光澤 我希望那一種 回歸到創作的一些感知的部分 一會 你可不可以 拍照 拍照 五星